一個XX塊一個XX塊 這樣我就想來實測一下 究竟秀弟會喜歡吃貴的還是吃便宜的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秀弟看見台的我這台 秀弟弟 好沒錯今天呢沒有雞腿姐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雞腿姐已經被我踢出團隊了 開機 好啦沒有啦那個 借人今天去工作 所以呢今天拍攝了只有我一個人 今天的時刻呢就是我想來讓秀弟吃 最貴和最便宜的狗罐頭 然後來看究竟他們會想 然後來看他們究竟會想見吃哪一個罐頭 那今天的罐頭呢就是 沒錯大家可以看到三個狗罐頭 沒錯就是為什麼有三個呢 我也不知道多賣的 就是呢大家可以看到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呢就是最貴的狗罐頭 大家可以猜猜看這個多少錢有沒有 最貴的狗罐頭 它是紐西蘭的 給它三秒猜 一二三 好猜完了嗎 這個最貴的狗罐頭呢要 有新的湯匙 然後它很酷是因為它是 鹿肉 然後什麼鹿肉蘋果 可是其實秀弟不是吃狗罐頭 他們是吃寵物獻子 就為了怕等一下食測他們不會吃喝 接下來就是我看到最便宜的狗罐頭 來自泰國的 Vitch狗罐頭 然後這個超便宜 大家可以猜猜看這個多少錢 你三秒三而已 這個呢只要 22塊 超便宜的 22塊大概是一個 御飯糰的價格吧 一個160塊一個22塊 今天我們就想來實測一下 究竟秀弟會喜歡吃貴的還是吃便宜 好啦在在實測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記得按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今天就是我們的IG喔 馬上就馬上來實測究竟 學弟弟和實在的罐頭吧 Let's go 好各位 現在呢 弟弟要現在來實測 然後弟弟現在就是呈現一個 放棄露營的狀態 這是怎樣 好沒錯現在呢 我就來打開這兩個罐頭吧 然後呢 我就會分別裝 一個是最便宜的罐頭 一個是最貴的罐頭這樣 因為如果有人吃過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三個品牌的話 如果你們有吃過的話 不是你們吃過啦 你們家狗狗有吃過的話 可以超人告訴我嗎 開箱 鹿肉蘋果 其實還蠻香的耶 弟弟好像喜歡耶 遞過來了遞過來了 就來就來 就來就來 聞到了聞到了 欸好像真的有蘋果耶 欸真的有蘋果耶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是鹿肉蘋果嘛 裡面好多蘋果喔 好那我先大概先用這樣 好下一個呢是 最便宜的罐頭 好這個是 雞肉跟牛肉 這個才22塊而已 超便宜 大概一個魚魚飯糰的價格 好來開 看怎麼每個聞起來 都很像鮪魚罐頭 最便宜的罐頭的樣子 其實也還不錯啦 兩個相差 100多塊 大家看出什麼差別嗎 弟弟現在看對不對 就問他會吃喔 好 要不要蛋 接下來 快點選擇你要吃 最貴的罐頭 還是最便宜的罐頭 大家看到嗎 在這裡面 對 然後來看 第一個選擇那一個 好 看弟弟選擇哪一個 蛤 來 選哪一個呢 第二選擇哪一個呢 登 登 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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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不吃耶 結果弟弟選擇 鹿肉 弟直接吞掉一塊耶 太扯了吧 好 這邊 他有便宜的 蛤 你比較喜歡吃貴的嗎 這個嗎 弟比較喜歡吃最貴的耶 弟喜歡吃那個鹿肉的 好 現在咧 吃吧 現在你要吃貴的還是便宜的 這次貴的就是便宜的 現在不知道猶豫什麼 OK Cero是最便宜的耶 Cero是最便宜的那個 狗罐頭 你喜歡吃便宜的嗎 Cero 他還是喜歡吃便宜的耶 因為Cero比較那個嗎 他覺得吃便宜的比較省 我們來吃看牛西蘭的 他吻了那個 最貴的不吃耶 你們要吃最貴的啊 這個是鹿肉喔 Cero 他也吃 他也吃耶 Cero也吃耶 等一下 他們兩個都吃耶 Cero也是兩個都吃耶 他剛剛第一個是選擇那個 便宜的 剛好兩個都是一個選 貴的一個選便宜的耶 讚啊 不對 我還沒吃過鹿肉對不對 我想猜看鹿肉好不好吃 吃一點點就好 老實說 不難吃耶 可是吃起來有點鮪魚的味道 原來這個就是鹿肉的味道嘛 我覺得吃起來很像鮪魚 然後又有點牛肉的味道 還不錯還不錯耶 好 各位沒錯 那今天的最貴狗罐頭 VS最便宜狗罐頭 就是結束啦 這個實測結束了 最後呢 弟弟呢是先選擇 最貴的狗罐頭對不對 然後希望的是先選擇 最便宜的狗罐頭 然後算是圓滿的 實測成功 耶 好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的實測影片 今天就是一個狗罐頭實測影片 如果還想看什麼實測的話 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啦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IG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